還沒到用餐時間 清水青海鍋中的學校廚房 提早開始忙碌 大鍋大鏟準備營養午餐 他們參加全國學校午餐大賽 獲得冠軍殊榮 OK 再來還有它的主菜是什麼 如意彩絲 我問我這個是個什麼東西 待會兒來瞭解了 這個廚師說是一個手錄菜 非常費工 得獎菜色有清水特色米糕 淡沙拉 鮮菇餡菜 截頭魚丸湯 水果葡萄 還有牛奶 好不好吃看小朋友 就知道午餐時間一到 嘴巴根本停不下來 我說麥當勞跟學校的午餐 不用猜 一定是學校的午餐 不一樣 我吃那個米到的時候 有一種不會鹹 也沒有到 沒有很鹹 就是剛剛好 味道都剛剛好 綜合我意 也是很好吃 會想一口接一口 食用在地食材 有機蔬菜 還有營養師每天換新菜色 把營養午餐預算最大化 第一次參加就奪冠 每個老師其實都 也都很期待 每天的午餐 包含我自己 倒米 地瓜 韭菜 這是清水當地的一些 有機的食材 打破營養午餐刻板印象 不再是千篇一律的恐怖 三色豆跟螢光色咖哩 冠軍團善公司天天換菜色 營養又好吃 讓師生竖起大拇指 再也不用麻煩自己帶便當 記者黃蒙軍皇城布里雲杰 台中報導 自從新溫泉名聲響亮 各式冷熱溫泉池泳池 美人湯溫泉質地特殊 環境優美還有蒸汽室 硬體設施以應俱全 住一晚上要價4690元 卻有客人住到這樣的小木屋 照片上遊客手臂 手臂大腿上都被跳蚤咬得腫 一包全身紅點點起癢無比 手指上還有明顯的跳蚤屍體 客人氣炸PO網說飯店 髒得要命跳蚤八隻以上 換的房間也一樣 溫泉池一堆死蟲浮在上面 住宿體驗怎麼可以這麼糟糕 還說看評論 跳蚤問題已經不是第一次 對 定期會消毒 基本一個月一次下雨好雨 基本上蚊蟲會比較增加 我們會增加一次一個消毒 實際看評論還真的不少人抱怨 說半夜被跳蚤咬 小孩身上過敏環境堪憂 大眾時都是皮屑懸浮物超恐怖 只能給三個字髒髒髒 灰塵真的爆多 尤其床底下浴室裡 還有上幾位客人的毛髮 我們在推想就是說 宿主就是狗跟貓 不過這個問題我們還是會 狗跟貓一併會處理掉 對 今天已經做了一個傾銷的動作 補償當天的住宿的費用 然後真的有做到去做消毒 不會再讓其他的人受害的話 懷疑是流浪動物吸引跳蚤 業者會加強消毒 也承諾全額退費 度假花錢卻住到跳蚤 大大打擊飯店形象 記者屏東報導 警察人員仔細採檢 台中雙十路上這間旅館傳出全大運選手 入住後吃了旅館餐點 疑似食物中毒 早在27號下午就傳出有兩名政大選手 不斷嘔吐 臉色蒼白 送往中國複衣 診斷出急性腸胃炎 28號更傳出陸續多達9位政大選手 一位文化大學學生 一共10人身體不適 衛生局29號派員雞察要求飯店30號和5月1號停餐兩天 同樣食安大出包的還有這間店 不放過刀具雞察員細心裁剪 台東這間燒臘便當店 一到用餐時間人愁爆滿 卻傳出台東國際鐵人三項競賽 主辦方向燒臘店訂便當 晚上7點學生志工吃完後 8點多陸續有13人上吐下瀉 但店家卻喊冤 他們要求我們把便當放在地上 然後再拖了將近兩個小時才讓 志工朋友們吃到 不是我們東西不新鮮 用餐區的風扇有機會夠 廚房的食材部分沒有離地存放 工作環境很潮濕 也沒有提供廚工的健康檢查 跟冰箱溫度的記錄 衛生局初步調查 當天早有人發現便當味道怪怪的 多達300多份都沒吃 未來是否惡令停業 還得進一步討論 記者綜合報導 周圍一早陽光刺眼 全台晴朗炎熱 南部東南部高溫飆到36度以上 不過到了午後 近山區就可能下起局部短暫震雨 看到全台氣溫狀況 北部20到34度 中部21到35度 南部東部21到36度 要外出透氣的話 可要把握時間了 周二封面接近開始變天 中部以北東北部和東部 將有局部短暫震雨 這一波封面就是梅雨季 影響我們的第一道封面 尤其西半部東北部東部地區 可能還會出現比較大的雨勢 周三周四封面通過 各地容易出現短暫震雨或雷雨 西半部要留意較大雨勢 同時北台灣天氣也會稍微轉涼 白天高溫25到27度 低溫21到22度 周五水氣稍微減少 到周末就直升下東半部地區 還有局部性暫震雨 主要梅雨封面都會落在 五月的東下旬到六月的中旬 今年確實有一點提早 它走的速度非常的快 主要會集中在中部以北的水庫 但是仍然是沒有辦法 完全的讓水庫解汗 雨是連續兩週 再加上近期地震不斷 29號凌晨花嶺又發生規模5地震 最大程度花嶺宜蘭三級 三分之二的台灣都有感搖晃 提醒觀眾朋友注意土石 避免山區活動 記者與盛行草問您台北報導